傳說中的故事就是 萬安學長以一打十學妹 什麼意思 好像就是你一個人 然後跟十個就是我學姐們一起吃飯吧 在阿里郎還是什麼之類的 被學弟主持人爆料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學生實習女人緣特別好 這下蔣萬安緊張了 等一下我太太會聽這節目 我跟我太太已經在交往了 不是吧 應該看錯了應該不是 委員是不是怕回家跪算盤急著撇清 講完積極上網路節目搶聲量 從寓意戀愛故事到辛辣提問全都昏宿不濟 要強化跟年輕人的連結 希望年輕人多了解自己一點 被解讀是要對抗他們 強調假日也沒休息 行政人長蘇貞昌特別跑到CECC 跟指揮官陳時中一起開會 還不斷搖耳朵不難看出關係有多緊密 尤其蘇院長跟總統的依據 疫情到了最後階段 也引來陳時中要下台選市長的質疑 我不知道下台是什麼意思 我們還是關心每一天的疫情 如果中央的長官可以到第一線來 因為我每天都在第一線 你到第一線來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要中央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黃珊珊講到快曬之亂還一度講到哽咽 我們需要一個盾牌 至少每一個人有一個快曬劑 如果我們連基本的武器都沒有 基本的盾牌都沒有 這樣不是共存 這樣的情況是棄手 再度開紅中央 看來疫情延燒 選舉戰火也跟著蔓延 TVBS新聞全有詳畏加齊台北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